山东到底种了多少豆卷子呀 上顿吃下顿吃 炒着吃煮着吃 蒸着吃顿着吃 包包子包饺子 就差拿豆卷子做满汉全息了 每年六七八三月 我们山东的万千老母亲 就跟私下商量好的一样 都会在冰箱里充满豆卷物 承包起全家人的美妙夏天 而且你会惊奇的发现 全家人吃的速度都赶不上 豆卷子长的速度 一亿山东人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就在我以为只有山东人的夏天 被豆卷子统治的时候 我狭隘了 豆卷子竟然是山河四省朋友 集体的下着梦眼限定蔬菜 继山河四省互不侵犯条约后 大家正在密谋签署 山河四省互不赠送豆卷子条约 两个家是不是领悟的太晚了 豆卷子不能读豆卷 更不能读江洞 但凡画个叫法 都体现不出山河四省 对豆卷子的深刻领悟 不摸而合的缘费 感人又申诉以后 我们山东人豆卷子的来路 基本有三种 一是买的 二是亲戚送的 三是自家种的 豆卷子的三种不同来历 也带给大家不同的商通体验 三个来源 本质上只有买的是可控的 如果看上后两种情况 你就请着被豆卷子包围犀利吧 所网友的总结 我们山东人跟豆卷子 都要经历三个阶段的心路历程 第一阶段是六月份 跟豆卷子的初相识 情同初恋 刚刚上市的多巴胺色系的 翠绿色豆卷子 娇艳欲低 色彩逼人 吃一口鱼味绵延不绝 第二阶段是七月份 跟豆卷子的晚恋期 心如死灰 随此相处了一个多月 却已到七年之痒 吃了一个多月的豆卷子 撒好东西 也经不住这么个吃法呀 第三个阶段 八月份跟豆卷子的离婚冷静期 一扁两宽 天天吃豆卷子的模块生活 无奈又残酷 尤其是学生党 被豆卷子统治的暑假 终于要结束了 放手了 解脱了 有意思的是 山东人的夏日餐桌 除了豆卷子做前锋 还有茄子土豆大辣椒做助攻 还有结个不停的撕挂做补充 豆卷茄子和土豆 还能做成一锅 做成灵魂三件汤 一起犒劳大家 被豆卷子支配的夏天 快点过去吧 夏天的豆卷子过去了 冬天的大白菜即将闪亮登场了 晚安